机场涌入大量旅客 各国公民习家带卷 准备离开黎巴嫩 随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武装团体 真主党和以色列的紧张情势急速升温 传出这回老大哥伊朗甚至可能要自己出马了 不过根据美国媒体Axios报导 由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预计 伊朗攻击以色列的时间点 最快就会落在当地时间5号 目的就是要报复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黑兰遇此身亡 以色列已经开始为伊朗发动重大报复行动 做准备美国方面美军司令库里甚至也抵达中东 战火一触即发 纽约州一名州议员更在社群上透露 华府的披萨指数异常增加 暗示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量大幅提升 暗示可能即将有大事发生 提变新闻总和报道 纳特亚胡为什么要炸死哈马斯的温和派领袖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 他是本来在斡旋的卡达 也是美国最寄予厚望的哈马斯的领导者 因为他是支持停火协议 然后可以交换加萨的人 还有办法存活的 他最后在伊朗 我们看到他举行了一场非常激情的 当地很愤怒的一场丧礼之后 他永久的长眠于卡达 那为什么他亚胡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答案很简单 他根本并不希望停火协议 所有他参与的停火协议都是演戏的 半戏给美国看的 而每一次停火协议可能有点希望 美国的国务卿说什么 美国的拜登说什么的时刻 他就进行破坏 他到美国去完全摸清楚了这群人 所以等于是他为所欲为 大开杀戒 美国还得派军舰来保护他 而不止他炸死了哈马斯的温和派领袖 他同时在炸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时刻 对于黎巴嫩南部好几个区域 是针对平民 还不是真主党的总部 他使用了国际公约里头 许多国家都已经有参与签约 绝对不容许违反人道主义的白领袋 自从2023年10月本轮以哈战事爆发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卫生员哈马斯 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 炮弹和无人机等 乙军则在纳坦雅湖防美归来后 趁着拜登退选的权力空窗旗 展开了大暴富 对黎巴嫩发动残忍空袭和炮击 杀死真主党指挥官舒库尔 暗杀人在伊朗的哈马斯温和派领袖 甚至动用了禁止对平民使用的燃烧武器 通过了禁止对平民使用的权力空间 以色列发射火箭和 Hezbollah 一战力空间 使用几十多万人去逃亡各个一旁 几十多万人的权力空间 一架的权力空间是 黑氧化的氧化 一种氧化的氧化 发射火箭和氧化的氧化 是的, foreign policy会告诉你 以色列投下的白领弹 才是最致命的人道危机 黑氧化的氧化是一种色彩的 黑色的黄色的 黄色的褶色的草莓 一种香味的香味 一种香味的香味 一种香味的氧化 一种氧化的氧化 一种光滑的氧化 一种烧的氧化 一种烧烤的氧化 一种烧烤的氧化 它可以在土地的氧化 但是气氧化的氧化 一种烧烧的氧化 欧战进入第三年的俄乌战争 俄军因为在乌城市内使用白领弹 也让普丁遭国际刑事法院偷弃 指控他犯下了战争罪 这就是一种烧烤的氧化的氧化 一种烧烤的氧化 准备的氧化 氧化的氧化 当吸引起来 寒冷的肺炎 准备人死了 尿泥的氧化 像是那波氧化 但是它是不法使用 它是一种烧异的氧化 在战场中 和在厢复免免充的地方 烧热的氧化 人权组织认为 根据国际法 白领弹的使用 应该被明确禁止 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平民区 以色列否认了以上指控 说这些指控 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foreign policy点出 以色列使用白领弹的时刻 时值以色列准备对加萨 展开地面作战之际 或许是要把藏在加萨 似通巴达地道里的哈马斯 给逼出来 打着消灭哈马斯的口号 哪怕人权组织指责 又哪怕白领弹被联合国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命令禁止 又如何呢 foreign policy说 以色列不会也不用遵守 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这个公约 In this report we document the use of white phosphorus in at least 17 municipalities noted here including 5 of which it was used unlawfully directly over populated areas we do go into the use of white phosphorus in armed conflicts but also its incendiary effects and the effects that it can have on civilians where even minor wounds can lead can be fatal and can cause lifelong suffering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 200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以色列在2008年底到2009年初 于加萨走廊作战的22天期间 就曾多次使用白领弹 而且是在人口稠密的平民区 明显違反了国际法 osama's neighbor sami alhaj lost his wheat fields and olive groves to white phosphorus his family has lived off this land through Lebanon's many wars but never before has their way of life been threatened this way he suspects that the chemical has spread through the soil poisoning even produce and livestock that were not directly exposed 里巴嫩国家研究委员会指称 自去年10月以来 以色列在对里巴嫩南部的袭击中 一共使用白领弹175次 引发多场火灾 影响了600多公顷农田 顷农田 除了中心 常发生的数据 主要盘争语 在2001年10月 现在有副鱼 之外 身份他生病 育成为 蓄势 系统子 是 中心 英国BBC也独立核实 自从以哈战事开打以来的半年内 以色列不断越过边界 向黎巴嫩南部发射白铃弹 然而对于各方批评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只使用合法的战争手段 并未针对平民 此前俄罗斯以白铃弹攻击乌克兰 被定义成丧心病狂 毫无人性 但使出相同战术的以色列 并没有比较无辜 受到的指责与批评 却相对少得多 英国BBC报道指出 白铃并未被定义为化学武器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对主要用于引发火灾 或烧伤人的武器有所限制 但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 大多数国家都认为 如果白铃主要用于制造烟幕 而非火灾 那么燃烧武器的法律 就不再适用 人权观察组织认为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存在太多漏洞 也让这些国家 总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 让罪行隐溺在烟雾中 欢迎收看今天文谦的事 这把欧洲版 我们来看大家经常 老是把台湾台湾都要提出来 我最早看到呢 拜登退选 美国几个重要的政治专家 又开始评论了 他说如果我是习近平 他们会提其实没有什么稀奇 因为他们脑袋的敌人就是中国 他说我是习近平的话 我就会趁这个时刻 当拜登已经没有他足够的权力 而真正有权力的人 还没有诞生 等于是美国的权力空窗期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时候打台湾 所以有三个地方被点名 可能以色列会如何如何 反而美国不会有人讲以色列 乌克兰 俄罗斯会趁这个机会大举进攻 然后习近平可能会打台湾 这两个都有人提及过没有发生在这两个地方 发生的主要地点在以色列 那雅胡呢 本来就被邀请到美国国会演说 他这次到美国国会演说的时候 刚好在他之前就碰到了拜登退选 然后他很快的 我们可以说 他很快就了解 摸清了底细 这个底细就是 拜登现在已经可能没有足够的权力 而且拜登本来在以色列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另外 贺锦丽虽然说 我不会对你们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保持沉默 可是他的先生是犹太人 对着所有全美国的犹太人组织的团体 在视频上明白地表示 贺锦丽强烈地支持以色列 而川普本来就是全力支持以色列 他完全摸清楚了 所以他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大开杀戒 他大开杀戒呢 第一个是达到美国 本来一直希望能够节制的 不要达到黎巴嫩的真主党 希望把整个战争的冲突缩小 缩小范围 而且最后走上停火协议 现在全部都跑烫了 打整个真主党 黎巴嫩的时刻 甚至我们待会会为大家报道 还使用了白灵弹 然后接着不到12个小时 就杀死了哈马斯的领袖 哈马斯的领袖叫哈尼亚 他是哈马斯的激进派吗 是鹰派吗 是战斗派吗 不是 他是温和派 而且是美国最寄予厚望 卡达也最寄予厚望 可以有可能跟以色列 达成停火协议的哈马斯的代表人 他们在他的旅馆 他入住的旅馆里头 早就埋藏了 得到情报 埋藏了两个月的炸弹 然后知道那一天 他去参加伊朗总统的就职典礼 在他深夜进到旅馆以后 大概深夜一点钟左右的时候 远程引爆直接把他炸死 而伊朗的看法是 没有美国情报的参与 以色列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那美国是全盘否认 我跟这个事情有关 那美国很害怕整个以色列的议题 就是完全扩及到 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原因 就是真主党的后面 就是伊朗 他很怕变成一个区域性的战争 美国并不希望这个区域性的战争发生 而现在也没办法 美国就直接派出了军舰 军舰保护以色列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以低沉的语调主导 哀悼抵抗卓星的战友 在黎巴嫩的贝鲁特 一场隆重的军长里 宋别臣主党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 舒库尔 Fresh funerals of Hezbollah fighters in Beirut And the passions of those loyal to the Lebanese group are on full display There's no doubt Tensions are exceedingly high right now Everyone nervously anticipated that this could be the event that tips the whole region into all out war Today the people of Majdal Shams came out in their thousands to mourn and to bury their young They were killed yesterday evening as they played football A rocket Israel says was fired from Lebanon by Hezbollah exploded next to the pitch 而在以色列占领的格兰高地 葬礼的哀哥 回荡在德鲁之主山出 这三场战礼背后 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仇恨 也让当前渊渊相报的 中东局势乱成了一国轴 濒临爆发全面战争的悬崖边 而点燃这股怒火的是这个人 Prime Minister of the State of Israel Remember this Our enemies are your enemies Our fight is your fight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your victory 上周 納坦雅胡访美的国会演说 康慨激昂又杀气腿腿 雖然有人抵制退席 但納坦雅胡知道 台下听众面领天地大选 早被犹太金主给牢牢锁边 顧會山莊裡 你看不到對加薩的情情 只有全世界最支持以色列的地方 而這是拜登退選後的效應 納坦雅胡只是禮貌性的敗會白宮 他接下來要幹些什麼 根本無需理會一個僵退之人的 任何建議或呼籲 今天, Israel says at least a dozen children and teenagers were killed after a rocket hit a soccer field where they were playing The kids were playing just behind me when the sirens went off then the rocket slammed into the pitch leaving no time for them to make it to the shelter The rocket hitting the Golan Heights disputed territory Israel captured from Syria in 1967 most of the victims from the Druze religious minority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now rushing back from Washington 作為牽制宜君在加薩的軍事行動 以離邊境的戰火 這去年10月以來就沒有停過 而這次朝夕的地點 是戈然高地北部 靠近以離邊境的東車 曾主黨否認這次的襲擊 根據情報,更可能是誤擊 卻是加薩戰爭後 以色列傷亡最慘重的一次 儘管國際社會並不承認 以色列對戈然高地的佔領 但以色列把當地非穆斯林的 阿拉伯裔德魯之族 視為儒太兄弟 以色列暫時內壳像是撿到了牆 立馬決定對真主黨的報復方案 接連這兩天加大對邊境離難一側的轟炸 更派出無人機在貝魯特執行斬首行動 你可能可以看到我的肩膀 那裡是一種建築的那裡 我們相信是一種建築的 視者包括真主黨二號人物的舒庫爾 Fuad Shukr,最政治強烈的軍隊 在 Hezbollah bevor他被决定下山的辛酷了 凌亡的情况下 死亡的残酷 他也在决定下 前晚射击职射 他被决定被被给养 Emergency workers are still clearing the rubble from the Israeli strike in the heart of the Lebanese capital Beirut Bedrooms have been exposed And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now half buried under stones and debris Local Hezbollah leaders are furious and immediately vowed revenge Israel will be punished And how is this going to lead to a regional war? It will be punished soon And is this going to lead to a regional war? Because that's what everyone is worried about This is the way Wait Just wait 加薩战争以来 外界就担心以色列与真主党开启北方战线的第二战场 而长崎受伊朗扶持 真主党战力至雄厚也非哈马斯所能比拟 以色列稍草虽公开表示 已通过一项入侵黎巴嫩轻缴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但更多的是威责真主党对边境的骚扰 而当外界还担心 以军这次攻击贝鲁特的行动 将打破以离边境的恐怖平和 开启中东一场千年更广泛的战争式 在不到12个小时后 以色列又干了一起 足以善动全面战争的暗杀行动 back-to-back attack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igniting fears of a wider conflict yesterday a top Hezbollah military commander was killed in Lebanon today a senior Hamas leader died in Iran flashing a victory sign surrounded by Iranian politicians this was Ismail Haniyeh just yesterday in Tehran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country's new president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he was killed in a precision strike 作为伊朗新总统就职的管理嘉宾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却在隔天凌晨死在了德黑兰 哈马斯和伊朗 都在贊助伊朗的攻击 伊朗的兵士兵没有担任 但他在网上上映了一个照片 他在网上映了他 在网上映了 对于海外的暗杀行动 以色列向来不承认也不否认 哈尼亚传出时讯后 德黑兰街头就涌现悼念与抗议的人潮 而官方上在调查 以色列是如何在伊朗境内 进行这场暗杀行动 一路2005年好莱坞电影《慕尼黑》 还原青春之犬行动 及利勒哈莫尔暗杀事件中 以色列特工如何筹划海外暗杀的情节 纽约时报独家披露了 这次以色列在德黑兰行动的内幕 报道引述多个消息来源 指哈尼亚就死于热动 位于德黑兰北部高档社区 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招待所里 照片显示 招待所建筑外墙部分倒塌 哈尼亚并非死于导弹或无人机打击 而是早就安置在他房间里的炸弹 在他入税后被原青引爆 伊斯兰卫尔暗杀事件中 纽约时报说 招待所里炸死哈尼亚的炸弹装置 大约在两个月前就运进去了 回退这时间点 恰恰是伊朗前总统莱西坠机身亡后不久 也就是说 德黑兰进行总统补选期间 以色列也琢磨着伊朗的政治议策 进行策划渗透 算准了哈尼亚会出席伊朗新总统的旧职 并下榻在过去他住过的招待所里 而61岁的哈尼亚出生于加萨的那名人 在动荡和贫穷中长大 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出生日期 1987年 哈尼亚就读于加萨伊斯兰大学 那一年 他加入刚刚成立的哈马斯 2006年 哈马斯赢得大选 哈尼亚隔年被任命为巴勒斯塔总统 但与法塔赫的矛盾加深 2007年6月的加萨之战 让巴勒斯坎分离 2017年 哈尼亚当选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为躲避以色列的追杀 从此离开加萨 一句卡达 哈尼亚也一直被视为温和派人物 在海外期间负责哈马斯的外交 更在以哈战争的停火谈判中 扮演关键的角色 哈尼亚时候 华府能在保护拜登的外交遗产 殊不知哈尼亚遭到暗杀 已触破了那坦雅胡对加萨的一切谎言 今天,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vowed revenge We consider it our duty to avenge his blood in this bitter and difficult incident that happen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We're in a very difficult moment It's a pivotal moment in this conflict Iran doesn't want to be hit directly so they're likely to operate through the Houthis in Yemen Hezbollah in Lebanon some of their armed groups in Iraq and Syria but they could also hit targets outside Israel 对于盟友死在自己家里 德黑兰当局恼怒 却又颜面无望 《六月时报》引述消息的涉说 哈米尼已下令直接打击以色列 却也忌惮于一场全面的战争 而重演四月中 对以色列发动的那场 99%无人机遇 导弹招拦截的演化秀 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但怕的就是 低估了哈米尼这次的决心 哈尼亚的遗体 8月1号送回了杜哈尼 卡达官方在最大的国家前程 是以国葬的规格 为他举行安葬隐形 与此同时 全球各地的穆斯林 再次发起游行抗议 也静待着 伊朗领导的抵抗酬心 要对以色列 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好 伊朗是不是今天要开战了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 也被誉为是一只非常大的黑天鹅 影响着全球现在目前的股市 甚至是经济状况 那我们看到 这个四年前的今天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港口爆炸案 夺走了220条人命 那现在气氛哀伤肃穆的 在进行纪念的活动 又被以色列的真主党 可能是他们有可能 接下来要爆发全面战争的 这种忧愁 担忧给笼罩者 那法新社说 这数场的游行人群 将会在下午的时候 聚集在港口来悼念 罹难者 并且要求伸张正义 那甚至还有美国的媒体讲说 最快在今天 就是5号这个时候 就是有可能以色列 就是伊朗可能会反击以色列 那以色列也是有透露出来 有可能要先罚夺人 那我们来看看 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领袖 哈尼亚遇死身亡 所以以色列跟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武装团体 他们在4号的时候 有进行一些相关的交火 那这个路透社讲说 青年运动消息人士透露 在夜门叛军 他们这个青年运动 跟路透社讲 他们有可能是会有一些袭击 那也在夜门北部的 萨达省上空 击落了美国的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还有约旦的外交大臣 也罕见的访问了伊朗 他们现在就是要赶紧呼吁 希望能够踩刹车 避免暴力升级来实现 和平和稳定的这种情况 那另外美国似乎好像对于 纳坦雅胡 也就是说对于以色列 有点没有办法 嗯 虽然纳坦雅胡警告伊朗 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相关的 所有的一些军事上面的准备动作 将会予以强烈的回击 甚至考虑要对于伊朗和黎巴嫩的 真主党先发制人 但是拜登就像纳坦雅胡说 你不要胡我 他就说 不要把美国总统的支持 当作理所当然 他希望他能够赶紧派人 派代表去恢复 跟哈马斯的停火谈判 所以这个美国现在也是 尽可能的施压 也是透过了G7来全面的 来防堵这个战争的扩大 所以希望G7的成员国的外长 能够向伊朗或是真主党 来施加一些外交压力 同时也要求以色列 保持最大的克制 就是好像已经战争在边缘了 然后各方的力量都还在拉扯着 就怕一个闪失 就是任何一个破口出现了 这样擦枪走火 可能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 那再来英国同样也爆发了 一个大规模的暴动 有三名这个女童 她们其实是在上暑假的 舞蹈跟瑜伽课 突然有一名歹徒这样子闯入 竟然就杀害了这三名的女童 然后引发了这个英国整体社会的一个愤怒 就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更激起了她们对于极右翼人士的一个愤慨 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寻求庇护的外来移民 那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多个城市爆发了 大规模的抗疫行动 这是13年来最大规模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她们这是反移民骚乱的一个抗疫行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造成了多名警察受伤 近百人被捕 在利物浦还有布里斯托 曼彻斯特这些地方 都有这样子大规模的抗疫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是对于这种移民 外来的移民有一些反弹 也看得出来现在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好像内部的这个纷纷扰扰都不断 还有呢 这一个现在目前施凯尔的这个政府 人家也讲说好像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他现在上任台一个月 可能人家讲说原本对于工党抱持希望 但是现在又是骚乱 又是这个加税的压力 整体来说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民调上面的反应 也是一直在下滑的一个趋势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有人说最快今天伊朗就会打以色列 因为四月那一次 伊朗是象征性的打了一个军事基地 那对平民基本上并没有碰 那所以大家要观察 就是伊朗到底是打什么样的范围 那会只打一天吗 那也另外一个报道说 因为上次拦截 那个美国跟英国 法国都有借约旦 还有沙特阿博 来设一些地对空的防御硕士 所以上次伊朗打到以色列 包括叶门 被拦截的比率超过96% 可是这一次因为哈尼亚被暗杀 沙特跟这个约旦其实心情也不太好 他就因为这个摆明了就是要破坏加萨的和平 甚至在某一个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说 他是在破坏北京宣言 所以这等于就是这个区域稳定的破坏者 所以沙特阿博跟约旦这次都不愿意帮忙 那当然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军事基地 那他可不可以自己弄 这个有待观察 好啦 不过我觉得这次不一定只有一天 因为伊朗可能会直接从伊拉克跟叙利亚来攻击 那如果从那边发射的无人机火箭弹或导弹 那要被防御的难度就会变高 因为更近 那就不用飞那么高 那甚至于那个黎巴嫩珍珠党 我觉得可能会全力投入 黎巴嫩珍珠党据了解目前手上的导弹 大概总数大概有12万枚 就是包括火箭弹 导弹 无人机 种种的 那量很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那天雅虎是要干什么 所以你导演这个 导演这个暗杀 显然就是不希望加沙战争能够结束 那你的意思是还要再打下去 那你有把握可以把黎巴嫩珍珠党消灭 我真的难以想象 这个据了解是 伊朗知道他们要跟以色列如果要短打的话 他们打不赢 可是我如果把时间拉长 用消耗战的方式 那以色列会很累 因为以色列的总兵力大概只有17万人 所以因为他的人口受到限制 所以事实上 如果他跟你拉长来打 那黎巴嫩珍珠党这个战争 我估计他要死不少人 会远远超过哈马斯 所以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战争要如何结束 如果真的就是这样 没完没了的一路这样下去 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个 不是大规模的战争 可是却是不断冲突的战争 并且是这样 那事实上对美国民主党来讲 也会是一个trouble 因为民主党的选民就会因为这样分裂 好 请教杰老师 对 其实中东现在这么混乱 其实慢慢我们也这么长时间的讨论 其实真的发觉 这个有不希望他和平的一个力量在这边 就是说以色列真的是一个问题 对 对不对 他为什么突然去暗杀别的 就是说哈马斯的这个政治领导人 而且跑到伊朗去暗杀 他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 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你说为什么选在这个时机 其实这个时机真的 就巴勒斯坦人来讲的话 北京宣言是他们这个 几十年来难得一次大的团结 那你就是要破坏他团结 你就是要把他最难 在这个问题里面最难去接受那个结果的 也就是接受这个发塔 作为一个怎么样 作为对外代表巴斯坦人的 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 另外还要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所以是很难得的突破 你看这个是对和平多有帮助的 结果呢 以色列就立刻就出手 而且把伊朗也拉进来 伊朗跟以色列是势不两立的 你这样做后果你一定知道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今天有人在讨论说 伊朗说 以色列这次攻击这个 这个伊朗 事先美国都知道 美国同意 因为这个分析的观点 我非常赞同 就是说 谁都知道这一次攻击完了以后 会造成中东一次大的危机 美国也绝对不会脱身事外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举动 那为什么美国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美国事情也同意 那是不是美国也基本上 希望中东继续乱下去 也不希望中东有和平的迹象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从国际政治 我们光别的就不好 就是你看有些国家的行径 我们这次就讲 以色列跟美国的行径 真的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伊朗里后 很多国家都被将军 刚刚提到 比如说沙特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约旦 甚至伊拉克 叙利亚全部被拖进去 为什么 因为伊朗如果要打飞弹的话 他要经过哪里 他要经过约旦 经过伊拉克 这个中间 美国为什么派两艘航空母舰去 基本上他就要用这些国家的领空 那约旦跟美国有特殊关系 然后呢 这个伊拉克现在被美国 还有空军基地 他就要用他的领空 来对付伊朗 这个从他们领空过来飞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前 这些两个国家都知道这个问题 可是还是要把这个情势往这边带 所以我觉得 看到这些国家作为 我们在亚洲 我们也不要觉得 美国的这一套作为 西方国家这样 不会拿到亚洲来 就是好好的情势 他就要丢一颗炸弹去 把你整个的情势 往好的方向的 把他一切都炸粉碎 他们又加来 又有机会来伸手 达到自己的战略利益 好 来请教赖老师 伊朗派到伊拉克的民兵指挥官 苏莱曼里 被美国人杀了 伊朗高度的自治 克制自己 他一方面要安抚他的人民 二方面他要自治 不要让事态扩大 所以他很高调的说要反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击 是没有造成美国人的伤亡 然后他的派到叙利亚的指挥官 一些将军 然后被以色列炸毁杀了 他仍然高度的克制 一方面要大张旗鼓的 说要对于以色列军事组织进行攻击 二方面我们也看到 他没有杀到任何以色列人 可是我觉得他的 这两次的高度的克制 被美国跟以色列解读 误读 误解成为 以为不敢 你是指老虎 你是暖弱的 你可以欺负 这一次就直接在伊朗的家里面 就杀了哈马斯的最高的政治领袖 杀了以后你看内坦尼亚弗 他现在讲法是这样 如果你伊朗报复的话 我会先发自然 先发自然就是 你还没采取军事行动之前 我就开始比你更快一步 打你 这一次也就是说 我杀了你 你不可以反手 如果你真的要反手 我会再打你 这个是不是摆始祖的流氓的形态 恶霸 这就是恶霸了 这就是流氓 而这个恶霸 这个流氓 做了这些动作的时候 美国说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 美国说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 所以他先派罗斯福号航母过去 现在又派林肯号过来 然后让罗斯福号航母去红海执行他的任务 然后接着把欧洲的这些 这个F22的战机拍过来了 也把这些导弹 护卫舰跟驱逐舰都拍过来了 而且也要到这个约旦建立起一道一道的拦截系统 所以从海上要拦截伊朗 从陆上要拦截伊朗的导弹 然后再要以色列自己的国家 来拦截伊朗打他的导弹 所以美国摆明了就是 无条件地挺以色列 支持以色列 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引起了中东地区很多人的公愤 很多人的不满 然后一看到事太严重了 接着又开始故意放出消息 说这个拜登骂内塔尼亚胡 这很明显的就在演戏 在创双谎 换言之也就是说 拜登政府 我觉得他这一届的政府 把美国人的信任 美国人的信用 跟美国政府本身的讲话 我觉得都践踏到 毫无任何可信度可言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可悲的 一届的美国的政府 好 你先休息一下 光庄之后忙回来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局势 尤其是这里 中东 因为现在中东看起来 情势非常的紧张 可能要打仗了吗 我们看到伊朗不断释放一个消息 是今天5号会对以色列 发动报复的攻击行动 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 也已经抵达中东了 要来因应可能会爆发的冲突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跟真主党 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 老大哥跟小弟 他们就说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可能会在哪一天 在犹太人最悲伤的一天 联合攻击以色列 那一天是8月12到13号 就是下个礼拜一左右那样的时间点 因为那个时候是圣殿 犹太人的圣殿被毁日 所以他说我就要在那天攻击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现在已经做好了 全方位的准备 反正他在这个 伊斯兰世界里面 已经待了这么久 当然他做好了准备 只是他已经可以应对 这五条战线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 以色列在这里 我们看到北边 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常常跟他两边有小打小闹 现在可能是一线的攻击 那另外还有北部这个 叙利亚的组织 以及东边的伊拉克的准军事单位 还有伊拉克的飞弹攻击 另外在南边还有叶门的胡塞组织 所以这五条战线 如果齐发向以色列来进攻 以色列挡得住吗 那整个中东不就是一片战火了吗 而另外我们看到 以色列那当然不是吃素的 有可能他会先发动攻击 我可能不要等你12号到13号 我先发动地面攻击 有没有可能先发制人呢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各国 也很紧张 欧洲人紧张 美国人紧张 全世界都紧张 约旦这个国家 就在以色列的边上 他就说 我们跟法国总统一起说 我们需要不惜一切 来避免地区的军事升级 两个人紧急的手牵手一起 来做一个呼吁 那另外呢 这个伊朗现在看起来 真的非常生气 他说对以色列的报复 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的 而美国现在已经要求欧洲各国 要敦促伊朗 不要让这个局势更加紧张 所以约旦的外长 他就动起来了 他打算在礼拜天访问德黑兰 讨论说哎呀缓一缓吧 不要这么做 让这个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米尼 他就说 我们伊朗 不管啊 我们不管任何的后果 我就是要把报复进行到底 所以没有这个底线 因为这件事情 太不给他们面子了 而且这个 他认为包括美国 包括以色列做得太绝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他说现在的局势 大家不要小看 也不要掉以轻心 这跟四月份 伊朗跟以色列的小打小闹 完全不一样 当时啊 在四月份的时候 伊朗提前72小时就告诉大家说 我要射飞弹了 我要攻击了 可是这一次呢 伊朗拒绝了各国的外交努力 都不讲 也不回应 所以这个可能 这个后座力会更严重 而另外美国 是不是已经对纳坦雅胡 不耐烦了呢 我们知道纳坦雅胡 不是跑去美国国会演讲 然后也去拜访了 美国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人 那现在传出来啊 拜登啊 跟纳坦雅胡通话 可是呢 纳坦雅胡说 我会派遣代表啊 恢复停火 恢复啊 跟这个哈马斯的协议啊 要停火谈判啊 可是拜登很生气 不要骂他说 你不要再耍我了 可见过去可能 拜登有被耍过 而另外呢 包括这个纳坦雅胡被曝 这个说正在推进停火 却被拜登骂 这个以色列办公室回应说 我总理 我们的纳坦雅胡 不会干涉你美国的政治 也希望美国不要干涉 以色列的内政 哇外人 外人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 讲的也是蛮这个决绝的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包括纽约时报讲说 纳坦雅胡上个礼拜在华盛顿 发表的演讲啊 很有挑衅的意味啊 他誓言要继续在 加萨和约旦和西安 对哈马斯发动战争 所以现在看起来 因为纳坦雅胡的强硬 是不是大家也拦不住了 而伊朗的报复 是不是真的会进行到底呢 来请教亮哥 怎么看中东现在的局势 该不该紧张 因为哈尼亚被杀这个事 人家怎么解读啊 我认为以色列是得罪了 所有本来在努力 中东和平的国家 比如说拜登已经讲了 他剩余的任期就是要触动 推动这个中东和平 就是加萨 那中国大陆你也知道 刚搞了北京宣言骂 号召了巴勒斯坦14个派系 那也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这个 这个被暗杀的人 他长期都待在卡达 他事实上是公认了 哈马斯里面的务实派 就温和派 那都在接受 接触那个区域的力量 也包括美国 希望能够谋求和平 结果你把他杀了 所以你想一想这什么意思 所以连那个萨迪阿拉伯 他周边的一些国家 都感到非常的愤怒 所以以色列到底要怎么收藏 你杀他干什么 你杀他干什么 你杀他就因为的加沙战争 不会结束 而且又惹怒了伊朗 因为人家是总统要就职的贵宾 你在他下他的旅馆 你就把他杀了 那伊朗革命会队 当然挂不住面子 所以就这个跟四月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是在人家家里 而且是在 这个总统要就职的贵宾 所以得罪的层次是远远超过 上次叙利亚四月那个冲突 那四月我们知道伊朗是只打了一天 那打了一个军事基地 基本上没有炸平民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 英国 美国 法国就在约旦 还有萨迪阿拉伯 协助拦截飞弹 那拦截率听说超过96% 对不对 这一次你认为萨迪阿拉伯跟约旦 会全力配合你来拦截飞弹 那你也不确定他只打一天 也不确定他会不会炸平民 所以现在就是通通都处于不确定 可是美国的动作又让人家怀疑 就是说美国一直长期被人家怀疑 他是不是还玩两手 比如说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派了12艘军舰 包括罗斯福航母去中东 那这里面就包括了 将近4000名陆战队 所以对阿拉伯家来 国家来看就觉得 你还是要帮以色列 不然你去干嘛 所以你说拜登 骂纳坦雅胡那是要干嘛 人家就觉得是两手 两面手法 就是说外交上你每次都在 骂纳坦雅胡 可是军事上 你却在关键时刻都是支持纳坦雅胡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次也很难有所 就是他的立场 人家还是看军事为主 你把最重要的人给杀了 所以现在包括英国媒体 甚至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那个标题是很凶的标题 他说根本就已经像个无赖一样 这是纽约时报的标题 这是观察者 不是啦 那个是大陆的媒体翻译的 美媒直呼 就是纽约时报 因为我有看 纽约时报的标题 纽约时报他说 纳坦雅胡你一副装出一个 极度挑衅的样子 俨然就像个无赖 恶他用的是Rog 就是恶棍 恶棍 所以你现在弄出那个姿态 你要教人家怎么办 所以美国的大报也是很生气 我看金融时报也是很生气 就觉得纳坦雅胡你到底要怎样 你那这个局你要怎么收 不然你为什么要把 这么重要一个和平的代表给杀了 你现在就找不到中间人 所以现在几乎整个阿拉伯地区 还有英国 美国的媒体都在那边讲 所以你把最重要的一个和平使者给杀了 你现在谁能够当中间人 没有办法 所以我是蛮悲观的 建长怎么看中东战争有可能爆发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 也就是以色列他暗杀了 暗杀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但是哈马斯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每一次把哈的领导人杀 他很快就会有替代的人选 这个替代的人选照样领导的哈马斯往前走 所以这样的暗杀到底有什么用 其实没有什么用 而且我们讲说以色列的官方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讲说确保国家安全 以及把人质带回来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战场上击败哈马斯 问题就是他壮士击败了哈马斯 现在整个加萨走廊都打成一片废墟 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击败哈马斯 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讲到说 内坦雅胡他在美国的国会 他讲到说结束战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以色列跟美国团结在一起 然后应对共同的威胁 他的意思就是 整个中东都是美国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并不这么想 其实我们这样看 伊朗其实怪怪的 他为什么每一次反击 他都要先提出时间点 上一次提出这个时间点 他就讲的是4月14号 这个4月14号一共 他的发动一共是发射了 103枚的弹道飞弹 36枚的巡弋飞弹 还有185枚的游荡炸弹 他这样的攻击 其实是一个数量上的优势 然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他从五个角度 他可能可以用五个角度来攻击 其实我们从战斗系统的角度来看 那其实他是一个什么 方向上的饱和 但是上一次的这个攻击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大的问题 也就是他成功的 他有96%的 这一些各型的攻击武器都被拦截 但是那4%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一共13枚 那个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们来看到 欧亚时报 他其实有提出一些看法 也就是伊朗发射了什么 高超音速飞弹攻击以色列 而且上一次这样的消耗 324枚的消耗 到底耗用了以色列 他对于这个铁穹 或者是其他的大卫投石 或者是箭式飞弹 到底消耗了多少 那如果消耗了很多 现在在使用更多的 这种各型的飞弹 或者是无人机来攻击的话 事实上来讲 对于以色列而言 他面临的是一个 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战争 来 接下来请兵哥 我觉得伊朗 他到底哪一天攻击 其实目前都还不确定 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攻击 我大概只能肯定的说 他绝对不会是像上次那样子 就是一天打一天烟火就算 这个攻击恐怕是持续性 而且恐怕不是单一一个方向发生的 他可能会从好几个地方同时出击 因为有郑主党 有这些胡塞组织 有这些一大堆人会帮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当然也只有严正以待 因为他不知道会从哪一个方向 发生攻击 这个是很危险 可是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大坦想胡明明知道 会演变成这个结局 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不愿意让加他走廊这个事情结束 他要让他继续拖 不然的话 因为他如果战争一旦停止 他自己可能马上就要倒台 然后他就失去政权 然后他吃定美国 不敢在这个时候放弃以色列 所以他就硬来搞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美国媒体 每一个都骂得跟什么一样 可是你有看拜登在当场宣布说 以色列你再这样搞 我不支持你 但也没有 贺锦丽还是一样说他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他吃定美国 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所以他就硬这样干 那当然我相信美国人性能 是恨得牙痒痒 可是至少在现在这个节骨眼 你不可能说不跟纳腾亚胡 站在一起换 你不可能眼睁睁看了 以色列遭攻击 如果以色列遭攻击 美国人不去救 那请问一下他们还要怎么选 就不用选 所以我觉得纳腾亚胡是看着这一点 这一点当然蛮恶劣的 可是说真的还蛮有效 因为你现在搞得拜登就是不上不下 不支持你也不行 那对伊朗来讲 重点是伊朗要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老实说 你真的要对以色列发动全面性的战争 我认为伊朗没有这个实力 他的军队的实力还不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他恐怕会采取的是另外一种 也就是持续性的骚扰战争 我就长期跟你玩了 我就慢慢跟他这样搞 那其实这个方向 郑重纳腾亚胡下怀 因为纳腾亚胡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以色列一直持续在战争状态 这样他就可以持续保障他的政权 然后就一直一路这样玩下去 可是这样子搞到后来 什么时候会擦枪走火 就没人知道 你看现在阿拉伯周边这些国家 每一个都在表态 土耳其也都已经表态 虽然土耳其 你说他真的会像他讲的一样 立刻徽兵进攻吗 我也认为不会 可是如果事态持续演变下去 因为久了那个情绪一定会上来 然后环境整个大环境也会改变 那在这个时候恐怕 到最后真正的战争就会爆发 那一旦真正战争爆发 那中东的局面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不过这个很难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其实伊朗也是吃了衬托铁了心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in 点击 点击 银子